我们从新军组织时代 就开始了一种国家和城民的关系 从这种国家与城民的关系 发展到一种平等的关系 它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城民的关系 城民的关系就是新君族的时代 例如法国有路易十四 英国有伊丽莎白女皇 这就是国家和人民之间 变成了一种政府和城民的关系 所有的人无论是领主资本家 市民 农民 贵族都被认为是城民 于是相对的是统治的政府 那么对国家而言 领主不过是城民的一副分 所以城民这个概念的提出 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因为它改变了中世纪的那种 领主与农奴 奴隶主与奴隶的不平等的关系 那么政府呢颁布法令 是所有的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 在人权上是一致的 所以城民社会以后呢 人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渐渐发展起来 渐渐呢就要建立一个市民社会 这就是第二阶段 所以第一个阶段叫做城民社会 第二个阶段叫做市民社会 在那个市民社会里面呢 人还是以财产数量的多寡 来表现他们自己有没有发言权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等级社会 比方法国有一个仪会 里面有三个等级 就这个概念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 市民要求的不完全是平等 因为那个时候呢 只有有钱人才有说话的权利 但是到了后来呢 那种仪会就变成了 各个利益集团的一种代言人 市民社会呢 也就是利用一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来发表意见 那么这种意见呢 渐渐就形成了一种叫民意 在这个基础上呢 再慢慢发展下去 但是社会呢 并没有改变 改变了一个等级的性质 按照很多学者的观点呢 在这以后呢 就出现了第三个阶段 这是第三个阶段呢 叫做统治的社会 就是统治的社会 我们统治 那个社会呢 虽然还根据某种意识形态 来进行统治者 预备统治者 但是这里面的人人 都是各自的那个统治 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成了是互相平等的 辅于人与平等的政治权利 人与人之间呢 都是一种统治 那么这个呢 就是第三个社会 那么第四个社会呢 才是公民社会 那么从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发展来看 从那个成民社会 过渡到 从成民社会 过渡到相对平等的 那个等级社会 或者市民社会 再过渡到同治社会 再过渡到公民社会 那么这是一个政治民主化的 发展进程 那么通过这样的进程 人希望获得什么呢 就是人在政治上 获得一种政治的自由 这就是要求 那么这是第一种自由 叫做政治的自由 第二种自由 就是人相信通过科学 能够获得经济上的自由 我们知道 人在相对于自然世界来说 人也是被控制的 被束缚的 人要吃饱 但是人却吃不饱 人要衣服 要防止住 但是人呢 经常处在饥寒交迫当中 那么怎么来改变这一状况呢 那就是靠科学 我们知道呢 只有社会发展了 社会风雨了 才能享受到 风雨的生活 才能从饥饿当中呢 摆脱出来 不必再为生成 而担忧 那么这种情况 就要发展科学 但是这个科学发展了以后呢 人才知道 这条路并不好走 我们就看到 社会一方面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丰富 但是社会的不平等 就越来越加剧了 而且这种不平等加剧呢 使得斗争变得更加残酷 甚至还出现了世界大战 所以我们看经济上的完全自由呢 似乎是也是一个很难获得的 这样一个善良的愿望 那么这两种自由的追求方式呢 追求政治自由和追求那个经济自由 其实都是把人放在一个 集体主义的框架中去考虑的 而没有把问题放在个别的人的处境上去考虑 他忘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提出的根本课题 人文主义的运动的根本课题之一 叫做个人主义 叫做Individualism 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啊 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布克哈特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其中提出个人主义是近代精神的一个要素 那么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呢 这样一个要素呢却被人抛弃了 甚至还搞成对立 说你越搞个人主义 你社会就越不幸福 你觉得社会就会损害集体 那么结果呢就在集体的考 集体的框架上 在制度层面上去考虑人的自由问题 无论是政治的自由还是经济的自由 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来说呢 这里就漏掉一个因素 就是布克哈克所提出的 要从个人的处境里面来考虑人的幸福问题 因为这样呢就有个词凸显出来了 这个词叫做自我 因为只有自我才可以有他我 那么这样自我他我和超我之间呢进行交流 这样才能在一个全方位的范围内来考察什么是自由 因为人呢应该从团体中脱离出来 变成个个人 然后再考虑他怎么加入团体 而不能一开始就把一个人说成是团体的一个部分 那么布克哈特呢 对于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呢 实际上就把那种人的个人精神 独立精神 当做近代精神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人的个人自由 假如一个人是属于家庭的一员 他是不是应该对家庭负有责任 假如一个人是城邦的一员 那么是不是要对城邦负有责任 假如一个人是个国家的一员 是不是要对国家负有责任 假如一个人是领主的附庸 那是不是要对领主进行负责 假如一个人是工厂的一员 那要不要对工厂进行负责 结果呢一个人的所有生命 似乎就在他所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里面 也就是说呢 他实际上是属于他人的 而不是属于自己的 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恰恰不是现代的思维方式 恰恰是中世纪的一种思维方式 在中世纪的时代 人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人不属于自己 而属于他人 而一个现代社会 恰恰是在满足每个人的 个人的幸福的基础上 才能考虑一个社会的幸福的 那也就是说 古代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呢 在现代社会里 却被延续下来 而被那个文艺复兴史家 布克哈特所说的那种 个人的幸福精神呢 却被排斥了 这就是人文要进行修正 假如这一点上 不把那个课补上去呢 实际上人类得到的幸福呢 是不完善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个市民阶层 在上升时期 出现过的一些小说 这种小说实际上谈的不是集体精神 而是个人精神 甚至里面每个人都是放大的 比如说有一个 有一本书叫做《卢宾逊漂流记》 是迭夫写的 它里面说一个人被抛于荒岛之上 他完全是一个人 但是他却是力大无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个现代的 是不是 结果呢 他能够 只要他是自由的 有创造性的 而不是被控的 他的能量就会全部的释放出来 不仅可以做到自己风一诸实 还可以光照他人 那么这样一种精神 就是布克哈特所说的个人精神 很明显 这是一种上升了的现代精神 那么现代的哲学家们呢 就是对这样一种精神加以关注 与其说他们是对艺术进行关注 不如说他们在艺术之中 找到了一种现代自由精神 假如说一个心理学家 他观照的对象 是一个人有没有病 或者一个文明有没有病 那么一个存在主义者 首先就关心的是 一个现代人的生存 到底好不好的问题 他生存的环境好不好的问题 他是从个人的角度 去防范那个环境 不要对人有所压抑 他就发现一个人 是将出在各种压力之下 有些哪些压力呢 有文化上的压力 有经济上的压力 有思想上的压力 有使命的压力 人在各种各样的生存的压力下呢 能会表现出一种忧虑 诸位肯定有压力 那个写博士论文的压力 能拿得到学位 拿不到学位的压力 老在北京这么呆着 不能回家去看小孩的压力 是不是啊 以后分配的压力 经济上没钱买房子的压力 家庭内部的压力 那个恋人之间感情经常出现危机的压力 所以没有一个人的心灵 而这部分的内容 你只好闷在心里 因为没有一个人来帮你解脱 你甚至也不能和朋友讲 因为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呢 人还要表现出自己强的一面 你老对人家说 哎呀我经济有问题了 我的恋爱出现问题了 然后我的论文是绝对写不出了 然后说真的 实际上你是不能说真的 人家问你 你论文写得怎么样 你肯定说no problem 然后说你家里怎么样 家里好吗 全部都好 wonderful 然后再说你经济有问题 没问题 no problem 还有说你对现在有没有灵感 哎呀我每天涌现54个灵感 你是怎么说 实际上你 也就是说呢 你真正需要被人关怀的那一块 却没有来被关怀 只好闷在心里 社会上没有一种组织 没有一种力量来关怀你的这些问题 那么这就是现在哲学家要关心的问题 那么这些压力不解决 你就不会幸福 因为这些问题存在 实际上就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 那么人应该有哪些权利呢 制度上应该给了哪些自由呢 那么应该给人的一些自由 比如婚姻的自由 经济的自由 选择的自由 那个宜居的自由 这些自由都应该放到一个每一个个人的身上 而且应该公正的平等的给予你这些权利 所以说到了自由的问题是个权利的问题 假如这些问题不帮你解决 你还是不自由的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一个人除了有经济自由 政治自由之外 你还得有你个人的自由 从个人的自由角度来思考问题呢 它会照顾到一个社会里的人的一个现实处境的问题 因为个人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 明白吗 过去我们说个人和国家可能有一致性的地方 但是国家考虑问题和个人考虑问题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比方说国家就要考虑婚姻的问题 就要考虑制定一部婚姻法 你个人去考虑婚姻的问题 你就会考虑你和你的情人的复杂的微妙的关系 你要考虑的是七年滋养的问题 而国家在婚姻法的之后 不会去考虑你和某个单个的情人之间的复杂的三角链四角链的问题 所以你不能以国家的思考来取代你个人的思考 同样是婚姻问题 同样是感情问题 它思考的角度 思考的范畴 思考的深度 都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国家要考虑失业的问题 你个人考虑的可能是要找工作的问题 这是不同的概念 是不是 所以不能以一个完全集体的那种东西去思考一个问题 有些事情我们还看到时间也不是一个绝对的 时间的相对性被发现了 尤其是爱因斯坦提出什么相对论以后 那时间的相对性也发现了 有些事情在古代需要很漫长的事情才能做到 在现代反而变得很快就能做到 有些事情在古代用很短的事情就能做到 现在却要用很长的事情时间了才能做到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到上海去旅行 过去可能要走多少多少路啊 两千多公里走两个月吧 要吧 现在可能飞机两个小时 是不是快了 这样很快了 所以古代很慢的事情 现在很快 有些事情古代很快的事情 现在很慢 你比如说古代那个用那个药草来治病 只要能发现了一种药草 很可能就马上就用了 可是现在一个药品 你发现一个药品 你能直接用在人身上吗 没有拖你一个三年五年 哪可能啊 你一定要安全检查 各种化验 各种报告 结果你又有所发现 你不能像一个古代人一样 你发现一种草药 直接就用在病人身上 你要拖个三年五年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现代的社会了 和古代的社会了 有些时间变快了 有些事情反而变慢了 你比方婚姻的问题 古代的婚姻可能很快 有一种说法你们听说过吗 叫子妇为婚 听说过吗 还没删出来就已经决定了 你搞什么搞 现在那个婚姻就变得很慢 拖个三年五年 从十五岁到三十岁 甚至到五十岁 再为这个事情烦恼 所以花的时间 要挤备于古代社会 所以从接下来 假如人从时间上 能够得到自由 那么还有什么自由要考虑呢 那就是在空间上 要有所自由 为什么规定 你一定只有某部分人可以住在农村 某部分人一定要住在城市呢 为什么要规定 某些人只能住在这个区域 而不能住到世界的另一个区域呢 为什么规定你不能到北极去呢 为什么规定你不能到太空上去呢 应该每个人浮于天赋人权嘛 为什么到太空里去的只是某几个人 是吧 那么这样一种就是对时间 人就发现人在时间上是被控的 人在空间上也是被控的 人在家庭里也是被控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它不能够充分的释放人性 那么为了释放人性 觉得还能自由 为了还能自由 就不仅是时间上要给人自由 也在空间上给人自由 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时间上是不自由的 时间被控吗 没感觉啊 你们时间不被控啊 那比如说你们现在明明想吃饭 但却要在这里听课 这不是一种被控 是吧 还有一种更大的圈 比如说人到了某一种年龄 家里人就必须要你结婚 那也是被控的 有吗 所以呢 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圈里 都是被控的 空间也是被控的 比如说白天所有的房子都是占满的 但是晚上这个房间就是控的 是不是 就是控的 所以呢 从这样一来呢 人的信仰角度是自由的话 那么随着现代的社会的发展 随着对于科学的反思 对于乐观情节的反思 那么对于那个浪漫主义的反思呢 那么到了现代社会呢 实际上能要求的一个东西 就是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就是自由问题 那么这个自由问题呢 不是从群体来考虑的 相反它是从个体来进行考虑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 所要谈的 是从外部世界到艺术本体论 我们过去啦 总是谈的都是外部的世界 很少关心你的内部的情绪 那么我们就知道 作为一个艺术家呢 内部有的时候是决定意义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来谈 怎么从外部走到内部 走到内部以后呢 人又是怎么样的 归结为艺术的独立 或者叫艺术本体论 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 存在主义者的观点 西方的存在主义啊 强调人的意识里面呢 有一种叫自由的成分 那么在研究自由的时候呢 对存在这个词 就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首先存在主义者呢 它是从个体上来考虑问题的 包括考虑人的内心中的 心理的体验 心理体验这种东西 才被认为是种真正的存在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